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啦 来啦 哎呀 这么玩的 是谁呀 是谁呀 你怎么回来 你回来好像很不欢迎一样 什么话 什么话 坐坐坐 累了吧 来 等你坐坐 爸 这么晚的帮你吵醒 真对不起 这是什么话呀 难点一次 我们乡下睡得早 再过两个小时 我也该起床了 肚子饿了吧 我去煮一点东西 爸 不要了 我在路上吃了点心 这样 回来不先通知一下 我好去切帐接你啊 临时决定的 你回来婆婆知道吗 这样怎么可以呀 人家会说话呀 爸 不只是回来住几天 老人就回去了 你这样问个没完 好像不欢迎我回来死了 哎呀 你个傻孩子 怎么会怎么会 你回来爸爸 高兴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呢 只是今天回来啊 我想不太懂得到 爸 你是怎么了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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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婆婆对你不好 不是 不是 我不相信 如果婆婆对你不好 我明天就跟她 跟她理论 爸 你千万不要这样 那你就说啊 是为什么 我只是想冷静冷静 并且会点睡一天冷之冷 所以说 我想计划一下 如果日子怎么过才能比较充实 真的 但愿如你所说的 灰群 你先吃啊 大嫂待会儿就回来了 我不要了 不要了 我要等大嫂回来一起吃了 大嫂回来没那么快 你先吃 等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来 来 不要了 我不要了 慧君 你这是干什么 妈 你告诉我 大嫂到哪里去的 大嫂有事 出去了 她 她有什么事嘛 大嫂不会那么早上就出去了 妈 你告诉我 大嫂是不是去找大哥 那她也不回来了 你这孩子怎么搞的 连妈的话你都不相信了 妈 你告诉我嘛 大嫂是不是去找大哥的 哎呀 不是啊 妈 大嫂到哪里去了呢 大嫂到工厂去帮妈办点事情 骗我了 大嫂说过了 她不用到工厂去上班的了 骗我了 何叔也骗我了 每个人都在骗我了 常见 哎 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师父不早了 我要走了 老太太慢走 啊 老子 老子 哎 昨天晚上 师姐留了一封信走了 我想短时间她是不会回来的 这个家就麻烦你了 尤其是慧群 你要多人哪 我知道老太太 可是大嫂奶奶她 没事儿你别管了 我走了啊 出了 那个贵人 贵人 你说是没有回来的 你去他的老百姓 你去找大嫂 我去找大太太 上班 我去找大嫂 你去找大嫂 大嫂找我回来,我再要吃了 我也不知道大嫂在哪儿啊 你总要给我点时间啊 不要不要,我要你现在就去了 你现在去找大嫂了,现在就去吧 好,我现在就去 你说过多少次,我也是被害人啊 是啊是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现在马上可以到我公司来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知道你也很苦啊 什么,要钱?要什么钱啊? 我现在人一个命一条 要钱没有,没有! 哎呀,我这个疯了 他不在 告诉你,他不在 秦师叔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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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啊 哦,好,我试试看 我知道了,谢谢啊 再见 我去找你 何叔妈 是思杰啊 你跑到哪里去了 家里都要闹翻天了 我在我爸爸这里 这个 这慧群吵着要见你啊 是大嫂了 是大嫂了 你不想我 你等一等 我把话讲完嘛 我先讲你再讲嘛 快点 何叔 先让慧群讲话再讲 好 你要早点回来啊 快点 喂 大嫂 我是慧群啊 慧群 我是大嫂 我听何叔说你不乖 大嫂 大嫂在啊 慧群就乖啊 那大嫂不在 慧群就不乖了 这样就不对了 大嫂在 慧群乖 大嫂不在 慧群更应该乖 大嫂 可是 可是啊 他们都不告诉我 你到哪里去了 大嫂 你 是不是 跟大哥在一起啊 你们哥都不告诉我 能不能带我到哪里 把我去 沒有 可以 你 大嫂 不是 哪里 你 我 不是 不管了,我也要去了 何叔,現在就帶我去嘛 大嫂,你告訴我 放大嫂爸爸家住在哪裡啊 你快點說嘛 慧群,你不能胡鬧 大嫂不是跟你說過 做人要講道理的 大嫂 慧群,乖 你聽話,大嫂就會帶你來 改天好不好 好啊 那,那我聽話了 大嫂,那什麼時候回來啊 慧群,明天好不好 好啊,真的啊 你明天回來,我在家裡等你啊 再見 再見 大嫂明天回來啦 好啊 四姐,怎麼了 沒事 剛才你是跟誰通電話 慧群 是不是慧群欺負你 不是,這次相處得太好 所以感觸特別多 你不說 爸爸也知道 你這次回家 並不單純 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這個問題 四姐啊 有什麼問題也要解決 逃避不是辦法 能逃過一世 不能逃過一輩子 好啊 我只是不想再增添你的麻煩 哎呀,你是什麼話呀 爸爸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 你的煩惱就是我的煩惱 說出來聽聽看 說不定爸爸會替你出國主意 說 好啊 你記不記得 我曾經問過你 我是不是一個 哎呀,你不要老是老提這個問題呀 如果不是 我的命運為什麼那麼坎坷 為什麼那麼多不幸的事情 都發生在我的身上 久不久不久了 心了又在來 我已經沒有勇氣面對她 才笑得好 我日夜擔心的 就是你們婆媳之前的問題 果然靈遠 你心想 你把我看見 你要看見 你把我看見 說什麼 他知道 他在說這一切 你不是說 是你 我去嗎 我去 那我去 那我去 這是我應該做的 對了,那筆貨什麼時候可以出啊? 我想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全部完工了 這批貨一出呢,我的單子就清了 到時候我要好好謝謝你啊 伯母,那怎麼敢當呢? 伯母,我聽何叔叔 思潔他離家出走不告而別,這是真的嗎? 走了也好,言不見為敬 伯母,他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他要是做錯了事情,我還可以原諒 可是,惠宇剛剛死 他不應該跟一個陌生的人勾姦搭背 這一點,我不能原諒 有這麼嚴重嗎? 思潔他,他不是這種人啊 你的意思是說,我錯怪了他 伯母,伯母,您誤會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猜測,這個中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這只是你個人的猜測 而我是親眼見到的 難道我誣賴他不成? 伯母 伯母,這到底怎麼回事?您試著可以 算了,算了 這又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 不提也罷了 師父,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ís 現在情況怎麼樣 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是你站上去走 我醫生的心血就毀了在電單上 我們夫妻這麼多年 說一句我不該說的話 這也許是報了 你在說什麼東西 是啊 你不該說的話 這也許是報了 事到如今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 你想想看 你經歷多少次的機會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會 你只是報了投機的心 不切實情 我為你 我嫁給你這麼多年 我得到什麼 是啊 失敗並不可止 我們可以重新來過 怕就怕吧 你自暴自欺 怨天尤人 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雖然不清楚 但是我敢肯定 事情沒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怎麼挽救啊 我們可以請別人幫忙 想爸爸渡過這個難關 別人幫忙 是你媽還是思潔啊 都不是 那誰啊 那要看你虛不虛 有沒有這個誠意 拜託你不要賣關子好嗎 到底是誰啊 記文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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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為什麼 是你興趣還是慚愧 都不是 我就不願意見他 可不可以 決定潛在 去了 你還有一線希望 不去 你就坐以待兵 你自己好好的考慮考慮 你自己好好的考慮考慮 誰啊 唐少爺 我趙世強 唐少爺 你來幹什麼 我不是告訴過你 沒有重要的事 不要到半年來找我嗎 唐少爺 我有要緊的事 要向您報告 有什麼事不能電話裡說嗎 唐少爺 我能不能進來說話 起來吧 董事長 從美國打來的電話 有要事要向您報告 你說吧 董事長已經知道了 這次唐家的事件 對您是非常的不滿 所以叫我來向您報告 即刻停止這件事情 否則他會專程趕回來處理啊 辦不到 唐少爺 是 做不做是您的事 這個話我可是已經傳到了 到時候董事長要是追究起來 您可要替我多擔待擔待 你只要讓我的吩咐去做 有什麼事情我一切負責 是是 少爺還有沒有其他的指示了 那錢師豪的公廠現在怎麼樣了 已經停工了 债主每天逼债啊 据闻嘛 这钱日豪 已经快发疯了 很好 那你下一步 就是王彩凤啊 黄元秀 好久不见了 前大老板啊 大驾光临 真是彭毕生辉三声有信呢 王老师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么说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哦 谁不说秦老板变这么谦虚了 啊 真是 事别三日刮目相看哦 王老师 过去我们相处还不错 你不要挖苦啊 嗯 好 就是因为咱们过去相处不错 所以我才要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 是 做人嘛要厚道一点 唐伯母带你一直不跑 唐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 是是是 我绝对承认错 我也是鬼没心窍的 当时一时糊涂 出成那么大的错误 你放心 我一定会痛恨前飞的 不对 你竟然找错对象 王老师 你说这话我不懂意思 我是说你认错的对象好像不应该是我 是唐伯母才对 王老师 过去你跟惠宇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我这些话对你说 我会比较安心一点 当然 我也希望你能转告我悦目 如果你痛恨前面的话 我当然愿意代为转达 一定一定 你放心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可以看到新的前生 我相信你 我会帮你转达的 谢谢 怎么 他有事啊 是 他如何起口 他有事就直说吧 何必腾腾土土的呢 是 王老师 我想跟你走转一笔钱 好 天师傅 你不觉得这个话你是有欠考虑啊 是 我说这话我知道是太唐突了 但是我是走投无路 我现在没有办法 走投无路 你不是最近刚开一个新公司 接了大笔的订单 不是很好吗 姐姐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眼看着马上要出货了 货主却要我延迟出货 这延迟出货 我就收不到他的定金 收不到他的钱 但是我付出去缺了一大笔 现在每天债主逼得我都快发疯了 王老师 我为了这一批货 我投资了所有的心血 所有的资金 如果这一批货出不去 我真是要玩了 那对方有没有告诉你说 货要什么时候出呢 没有 是好 我知道你借钱是想渡过难关 如果说到时候货对方不要了 你不是越陷越深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这么大一批货 我想他们不会不要吧 不会不要 什么叫不会不要 说不定买主现在本身也出了问题 王老师 不瞒您说 这个买主他也投资了我一百万现金 我想他不应该拿这一百万来开玩笑吧 主我可以进入公司 提多好 啊 金文贾 再見 工廠,我願意出事了 元爺,這大名莊經理 小莊,你下的訂單怎麼回事? 什麼,對方要求,可是我要對別人負責 你這樣做,我怎麼跟別人交代,真是 對了,這個訂貨是什麼人? 什麼,群藥公司 對,我也是群藥公司 趙思強,老陳你無冤無仇的,你為什麼要陷害我 錢老闆,你聽我說呀 我聽你說 錢老闆,你聽我解釋啊 今天你要不跟我解釋清楚,我就跟你重規一句 我聽清楚 只要你,你不打,我說,我說 這個下訂單,不是我的主意呀 當天也跟你說,你還給我拿,你還給我 唐臨公司 我告訴你,你還給我看 我手給你拿的 我給你錢的,頂單是我從手上拿的 不是你是誰 你冤枉啦 我拿人的薪水替人家做事情 我可以對天發誌 是啊 不是你是誰 上 是我們董事長的少爺 他人呢 他人不在這兒 他住在飯店裡頭 帶我去 我 帶我去 我 你帶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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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 你 你 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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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們賠不起 我知道 如果大學出不了貨 所有的損失 我來承擔 這怎麼可以 這不是一筆小數啊 而且我也沒有理由要你來賠 再說 拖垮了你 對你對我都沒好處 這也許是我們唐家的氣數一盡 垮就讓它垮吧 我實在太累了 也該休息休息 好好地冷靜地想一想 文剛 文剛 擁有豁 所謂奇緒 現在有些錢 前世豪他也收到千里 前世豪也接到这种订单 而且不是一笔小数 当初前世豪 他没有能力接下来 可是 群药公司先要以重力 然后又投资了一百万 前世豪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接下来了 这家群药公司 到底是怎么个来路 我也不太清楚 据说是一位赵世强先生在负责 赵世强 伯母认识 我不认识 不过我在想 他为什么弃而不舍地 预指我们于死地 伯母 那个群药公司 先是不惜牺牲大量金钱 来投靠唐氏企业 现在又以重金 把世豪和唐氏企业为一的工厂整垮 我感觉得到 这个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件有计划的阴谋 这不是感觉 这是事实 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晚了 现在我们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伯母 我们虽然不能反击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找出原因来 对 我们分头去查 他就是幕后主使人 他是谁啊 钱世豪 我当时是谁呢 原来是唐家那个不争气的女婿 你要干什么 大董经理 你可以走了 是 是啊 你 我是唐继先 找到我算你的本事大 唐继先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仇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三分两次的这样整我 整你 是你才看得起我 我唐吉仙没这么大的本事 那你为什么要下这种订单给我的 钱仙 这是做生意 再说 当初未免强迫你接 何况 这回延迟出货 我们的损失不见得比你小 哎呀 这可是没什么可是 你 我说过 这是做生意 药怪 只能怪你自己运行不好 哎呀 钱仙 如果没别的事情 请便 我要休息 你 你快 你快 我们走着瞧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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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她答应我 明天要带我到家里去了 可是明天已经到了吗 为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呢 贵旭 你再等会儿 你大嫂说不定 一会儿就到了 不要了 我不要等了 我要自己去找大嫂 哎哎 贵旋 你又不知道地方 你到哪去找啊 对啊 就 老叔 您打电话啊 打电话 我問到嫂子住在哪裡呢? 快點啦 我問可以啊 可是萬一你媽回來了她不見你 她會著急的呀 不會啊 那大哥還不是那麼久沒有回家了 媽媽也沒有著急啊 會群啊 那不一樣 一樣一樣啦 一樣整啦 你快點打啦何叔 快點啦 快點啦 快啦 小朋友 你找他 你們是我們 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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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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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我要和叔叔写啊 和叔叔,你赶快写了,地址呢,快点 大叔奶奶,你说,我来写 快啦 建行路5号 好,好,我们现在就要出门口了 马上就来了 好好好 快点,走了啦,走啦 快点啦 慢点,慢点,我要给你妈留一张条子 不要,不要滚,不要留给妈妈 我现在就去嘛,快点啦 快啦 快点啦 和叔 慧琴大尔 慧琴 慧琴 老何 慧琴 老何 慧琴 慧琴 你吃的习惯吗 嗯 好吃,好吃 比我们加了菜,好吃 好吃 好吃就多吃一点 嗯 回去啦 快吃了,我该走了 去哪里 回家呀 不然你妈要急死啦 我不要回家呢 我 嗯 那 谢谢 你 我们 对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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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啦,大叔,方大臣爸爸 你看她說嘛,你看她嘛 好啦,老婆,我看這樣 你先打個電話給唐老太太 說會請在我這裡住兩天 對了,還是方大臣爸爸好了 看,何芳,你快去打嘛,快點嘛 不會啦,沒關係啦 如果你不好意思說,那我去打 好,我打 好,乖 謝謝大嫂 好吃啊 奇怪 你媽工廠有事,還沒有回家 好,那你再試試工廠看看 好 奇怪 怎麼工廠也沒一間呢 會不會出什麼事啊 何芳,我看你這樣好了 你先回去看看 等會您吃完飯我再送她回去 好,這樣好了,沒有關係了 何芳,我帶她回家 順便看看唐老太太 好,好,何芳啊 我,我先走了啊 何芳,再見 慢走啊 何芳,慢走 好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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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老太太 老太太 你怎麼了 老太太 我分進房裡去,快點 來 來 快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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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用了 我大概是太累了 我歇一会儿就没事了 慧群呢 就是为了慧群啊 我才回来晚了 要不然 你也不会昏倒了 慧群她怎么了 她昨天就吵着要去找思杰 我拗不过她 就只好带她去找了 这个孩子 我如苦寒心 养育他三十年 这份恩情 还抵不过思杰 有时想想 真叫人痛心 老太太 你不要计较这么多了 慧群喜欢思杰 也许是他们的缘分 怎么 你也帮她说话 我 我不是帮着思杰说话 我是觉得 你对思杰的成见 太深了 我对她成见深 自从她进了门 我们没过过一天太平的日子 我当然不会迂腐到 说她是个扫把星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你能否认吗 这几天 我思前想后 我辛苦了大半辈子 到头来 落得这个下场 换了任何人 都不会平衡 我何尝又能例外 老太太 你 你不要紧吧 慧羽走了 又带走了我的全部希望 这些日子 我看见慧群 对思杰的那份以来 我心里都好怕 我真的好怕 我失去了慧羽 我不能再失去慧群 老太太 你想的太多了 不会了 不会当然最好 你知道 最近我的身体很差 我曾经梦想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我突然看见 慧群痊愈了 她的智能也恢复了 她帮着慧羽 完成了生前 没有实现的愿望 我堂家又站起来 又站起来 老太太 老何 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 就是 终年丧欧 晚年上次 我除了具备良久之外 我还要担起这个家庭的胆子 此时此景我的心情 有谁能够了解 我知道老太太 人有时候总要想开一点 儿孙最有儿孙福 你就随他们去吧 谁都可以随他去 唯独对慧群 我放得下心 因为我对他亏欠太多了 既然这样 你又何必为难思杰呢 我没有为难思杰 只是我们唐家 一连串发生太多的事情 我不希望思杰在节外收支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把唐家先找回来 你也不会发那么大脾气 思杰也不会 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怪谁都无补于事 思杰走了也好 我也不见没近 话不是这么说呀 不管怎么样 他走着唐家的媳妇 他这么走了 固然不对 我来想办法劝他回来 你们婆媳之间 好好聊聊沟通一下 我跟他有什么好沟通的 比如 比如把工厂 交给司机来管理呀 让他有点事情做 总比在家里闲着好 老太太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好休养休养 跟慧群多接近接近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可是现在 一切都太晚了 不老太太 不晚 我相信你 司机一定有这个能力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还有一个坏消息 没有告诉你 我们唯一的工厂 也夸了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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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要不要我下回来 我前世好是一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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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应该去面对现实 你这个样子怎么解决问题吧 是 前世好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我拿了贵民心窍的 我会相信群耀公司那批人的话 我去在后门公司 我被唐慧羽踩在脚底下 我现在却被一个外人 唐靖仙又踩到脚底下 我前世好这一辈子 什么事跟其唐人有仇是不是 唐靖仙 他是谁呀 我也不认识他 不过这个人才大气愁 全邀公司的赵总经理 对他都要毕恭毕敬 他跟你们公司扯上什么关系 对了 我今天意识气急了 我去找赵总经理 我问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这箱子终于透露出来了 幕后还有一个主持人 就是唐靖仙 是不是你得罪唐靖仙 我怎么会得罪他 根本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陷害我 对了 妈的工厂 也接到同样之一大批订单 什么 妈妈也接到这种订单 不但是同样的订单 也遭受到同样停止粗厚的命运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跟我一样 偷彩啊 这件事也还有谁知道 我 我 赵总经理,还就是唐吉祥我们三个人 你暂时不要张扬出去,我去查查看 我错了,我错了 唐太太,不不,先这样子 师姐不懂事,你就原谅她吧 妈,妈,为什么要大嫂一直跪着呢?大嫂也没有做错事嘛 师姐,你起来 妈也有错,有的时候你要提亮我 来,妈 大嫂,大嫂不要一直空嘛,也不要一直跪 妈妈,你起来啊,快点,起来了 听着吗?以后如果师姐有什么错误 你又不好意思说,现在就告诉我吧 方先生,你严重 我们今天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就没事 对,对,那太好了 师姐,还不赶快谢谢你妈 谢谢你 对啊,好棒,好棒啊 慧群,有客人在,不要这个样子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亲家母,你不要老师把我当做客人 咱们是亲家呀 我知道,我们虽然是亲家 但是有一些礼数还是要的 慧群不懂事,你不要介意啊 不会不会不会,你太客气了 哎,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请说 我就是这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堂家有困难 应该让我有机会,出一点心力吧 嗯,方先生 使我不能答应 为什么 我们又不是外人 便该让我有机会 出一点心力 不能让我袖手旁观 不能让我 眼看堂家这样就垮下去 你这份心意,我心灵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我们堂家的规矩 就是要世代子孙 自食其力,不可以依靠外人 世间虽然是你独生女儿 但是也不能例外 不不不 亲家母,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出一点心意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爸,你就答应吧 我爸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老太太 人家是一番好意 你又何必这么苦自己呢 妈,妈 你答应爸爸上爸爸了 快点啊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呢 妈 你不愿意呀 我愿意呀 我 我 真的 妈 你答应了 什么 是唐继鲜 怎么 你认识 不认识 我只听慧玉提起过 慧玉 他跟你提起他 慧玉临终的时候告诉思杰说 他有个哥哥叫唐继仙 慧玉有个哥哥叫唐继仙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还跟你说些什么 他们没说什么 如果我说这些事情你都不清楚的话 我就更没办法答复你了 我就知道 这件事情不太单纯 对了 慧玉 我想了解一下 世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跟唐继仙见面的 好像是透过情妖公司的赵总经 才找到唐继仙 才找到唐继仙 对 这就对了 看来整个事件 都是唐继仙一个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唐继仙在过去 一定给你们唐家有一段恩怨 所以他才不惜牺牲一切来整垮唐家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既然知道是谁了 就可以循着这个线索追查下去 到时候一定会真相大白 那我们要怎么追呢 对了 我们要去找唐继仙 我们可以叫世豪 带我们去找唐继仙 不 那太直接了 会打草惊蛇 我觉得这个唐继仙 他既然有备而来 一定不是范范之辈 那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不 我们这件事情不要张扬 尤其是你妈 不要让她知道 我想 让我跟四姐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 她不得了 她不得了 她不会有现在 都要个人 对了 我还记得了 我还记得了 她会遇到她上海 我们去的 我需要绝对 他绝对 你不论 那你不论 我会说 就是她一個人在後面 自導自演的 這怎麼可能 我聽惠宇說 唐妮先生是她同父異母的哥哥 而且這個人我也見過 她不是那種人呢 這個咱們說 這年頭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覺得她的嫌疑最大 為什麼 就因為她太了解唐家了 她利用各種關係 把唐家能夠自救的管頭全部堵住 你想想看 如果我不是自己人 就算她有通天的本領 她也做不到啊 郭文剛 不是我替唐季先說話 在事情還沒有弄清楚之前 我們不能亂下段雨 這些我都知道 這也是我找你出的目的 克思姬 對唐季先 你究竟了解多少 嗯 從何叔和唐季先的口中 我知道她是會與同父異母的哥哥 在早年被我媽趕出家門 後來他們到了國外 漸漸地在國外發跡 這一次唐家事件 是何叔把她找回來的 那她到底幫了忙沒有呢 聽她的口氣說 因為事情太急迫了 所以她來不及幫忙 她也無能為力 不過對任主歸宗的事 她倒是不予餘利 她是不及的 這就對了 如果我猜得不錯 表面上她是在幫助唐家 可是背地裡 她在使用各種方法 治唐家於死地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四姐 我今天找你出來的目的就在這兒 對了 你還記不記得 會與臨終的時候跟你說的話 現在事情已經有了沒目 我們要繼續追查下去 不過 在事情沒有明朗化以前 暫時不要告訴別人 以免打草謹生 我知道 還有 唐伯伯那也不要說 免得她受不了這個打擊 或是即使 developer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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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猜得到 你看 烏龙茶 好好好 四姐 你真有心 爸 要不要先来泡 也好 泡呗 我们两人来喝 顺便聊聊 嗯 走 四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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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爸 你 有啦 老太太 刚拿好的稀饭 吃一点吧 稀饭妹妹 我还不饿 好 老太太 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又给你 真是把我气死 快喝点 快去喝点 没错了 我说出来了 这也不好吃 这也不好了 他们都不好吃 傅玄 你在这干什么 你干嘛这个菜 我不想吃了 这不好吃了 慧玄 现在家里没有钱 你就委屈委屈 将就一点吧 什么将就 我也不知道将就 没有钱嘛 那我大嫂家也有钱啦 我到大嫂家去吃饭啦 我要到 你 你要上哪儿去 我要 我要到方老臣爸爸家里去啦 不可以呀 怎么不可以嘛 方老臣爸爸也是我爸爸 我要到我爸爸家去吃饭啦 你 你 你听我说呀 你要去 也要先打个电话 看看人家在不在家呀 对呀 那你打呀 快点嘛 你打嘛 快点了 快点了 喂 是方公啊吗 何叔啊 我是司体 JJ 大嫂奶奶 你这个慧群吵着要见你啊 她还要到你们家去吃饭呢 不是大嫂啦 我要跟大嫂讲话 大嫂 大嫂 你到芳达成爸爸家里去 不带我去啊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嘛 慧群 我是顺便回来呀 你要听话 我马上回去 那好了 那你要赶快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啊 那大嫂 你带点菜回来给我吃啊 好好好 你要乖啊 爸 我要回去了 怎么 刚回来就要说 我现在家里吵翻了天 何顺又置不住她 我回去看看 好吧 希望这样你就回家了 那我走了 好 大嫂奶奶 大嫂奶奶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何叔 你坐下我们聊聊 何叔 我好 不说 你对唐济仙知道多少 你 你说的是关于哪一方面 我们说 譬如她的为人 这 这我也不大清楚 她很小 就跟着她母亲出国 后来听说在国外发了计 这中间 一直都没有联络 打上来 你怎么突然 问起这个问题来 何叔 有一件事情 知识抵达 我不得不跟你商量一下 是关于唐继仙的 不错 问我唐家的 可能就是她 这件事情 我们还正在调查 在没有明朗化之前 暂时不要告诉什么 我知道 何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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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还在我面前装成做事 我早就该想到是你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还算是人吗你 何叔 我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 唐家的事 是不是你一手弄的 不错 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唐家的人 哪一个对不起你 你这么做 除了害怕了唐家 还害死了你的弟弟唐慧宇 你 你还算是人吗你 你说呀 何叔 这是你逼我说的 其实我根本不想这么做 当我第一次 怀着感恩图报的心理 进入唐家 我所面对的 是妈那冰冷的脸 还有冷酷的表情 将我拒绝以唐家大门之外 于是乎我恨 我要报复 我要看着唐家 毁在我的手中 我要亲眼看见唐家 我要看见妈 亲自来求我放过他们 你混蛋 唐老太太 对你们并不薄啊 他拒绝你 有他的理由 我告诉过你 如果你想认阻归宗 得慢慢的呢 你可以用你的心情力量 去感化他 你这么做 除了害苦了别人 你能得到什么 我是没得到过些什么 不过 我总算能够消除了 我心头里有怨气 我下来也 看错了 我老何忠心耿耿地在唐家 待了三十年 没想到 晚节不保 反而引狼入室来害唐家 我 我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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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看錯了你,我看錯了你 你不要咬紙 好好,我知道 哪一位啊?哪一位啊? 范大臣爸爸 范琴,你好,你好 范大臣爸爸,你是不是還帶我到你們家去吃飯呢? 對,我們家的菜很難吃,真的 范琴,爸 你喜歡吃我們家的菜是嗎? 對 好,以後我就叫師傑經常帶你到我家吃飯,好不好? 真的,好棒 請坐 謝謝 范琴來有事 有一點小事情 想要跟范琴家母商量一下 四姐 你待會已經出去一趟 我和你父親有話商 是嗎? 范琴,走 大嫂帶你出去玩 出去玩,走啊 請坐 范琴家母 有一件事情不曉得你知道不知道 什麼事 四姐有喜了 什麼? 四姐有喜了 我也是前兩天才知道 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你 順便要跟你商量商量 你還不知道范琴家母有什麼打算 啊 這件事情 來得太突然了 我心裡那邊準備怎麼樣 范琴,你聽見了沒有 四姐有喜了 我們唐家有後 我也有個交代 是嗎? 范琴家母 四姐懷疑的是唐家的長孫 唐家的情況我也知道 我想 你總不願意看到小孩生下來 就受苦受難 所以 所以我要請你搬回老家 范琴家母 這個 范琴家母 我們又不是外人 請你不要再堅持 我相信你會願意看到 唐家的祖祖孫孫 在唐家的大宅中 誕生 在唐家的大宅中 長大 結婚,生子 你這麼做 叫我教你怎麼還你 不要收拾這種話 這棟房子 你就把它當作 四姐嫁給唐家的假裝算了吧 好不好 握得很會 好 啊 何叔呀 你幹什麼 董叔 大少奶奶 你怎麼了 我去見過唐季仙 她怎麼說 他承认 这件事是他一手促成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说不上来 总之 上下两费的恩怨 唐继先怀恨在心 所以 采取报复行动 可是 可是他这么做 未免太绝了 这件事 我回去要禀告老太太 你的好意 我记得心里 有朝一日 唐家起来了 我会叫后代的子子孙孙 永远地记着 秦霞 你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从头到尾 我一点忙都没有帮上 我的心里已经够惭愧了 妈 妈 妈我们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 大人大人 我只要买冰淇淋吃的 你呀 就知道吃 也不晓得念书 那好好吃嘛 老太太 有事 我 我有一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有话说吗 不要吞吞吐吐的 对 我 我对不起他们家 我对不起老太太 什么事啊 当初 我找唐继仙回来 是想借用他的财力 来挽救唐家的危机 可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他们别有用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唐家的破产 是唐继仙一手造成的 什么 是唐继仙 是唐继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